倒朗前额的突出让人很难不在意 本来只是六年前的一场车祸 撞击到脑部 留下来的一个小疙瘩 没想到在今年五月开始疼痛肿大 即使服用止痛剂 仍然无法安稳入睡 它这个肿瘤是往外长 但是如果长到一个程度 它还是会压下来往内长 如果没有马上去开刀 我觉得它的生命也是很危险的 的确是肿瘤 也应尽快开刀 但因欠缺泥币90万 相当于台币20万元的手术费 迟迟无法成行 热心的村民找来了 听闻很久的慈悸人来帮忙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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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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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 盗郎还是放声大哭 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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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我们在家里面有很多人 有慈激人的陪伴和加油 赶走不安 终于盼到了一切都平安的消息 他在这边收拾以后 他放在那个寄生室 寄生室那边的医生 还有护士都是照顾得很好 他每次看到慈激人来 他都掉眼泪 他一直对着慈激志工 一直拜 一直拜 然后我们给他看上人照片 他也一直在鼎里 也一直在拜 所以感觉到说他有那种感恩性 他说如果没有碰到慈激人 他真的今天已经不在了 健康地回到蓝皮尼 盗郎不急着回家 而是先来到会所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在学校园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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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闻尼泊最后报道